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吴大哥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听家陈士林先生 吴大哥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都是非常有杰出的音乐家 我为什么特别第一小时 做古典音乐的呈现 而且是台湾的观点 我向大家简单报告 包括我的三位来宾 几天前我在这个节目做了宣誓 我们正在打造 全球最有影响力的 华人的或华语 当然包括台湾 的电视评论节目 我很有信心 我绝对有信心 而且我还跟制作人 做一个五年的企划 为什么呢 台湾有几个条件 政治民主 市场经济 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里面 台湾真正最有实力者 是艺术 音乐 摄影 美术 文史 包括人文社会科学 软实力 巧实力 也因为我做主持人 透过制作团队 再把这社会的公民社会力量 集起进来 我当然有绝对的信心 文明的进步来自信心 包括我也经常引述 因为整个电视生态的改变 我们的观众 我不能确定北极南极有没有 但是最北到挪威 最难至少到澳洲 纽西兰 还有包括我们一般不太注意的 婆罗洲 金典兄 包括美国 日本不用讲了 换句话说 这是一个 莎士比亚说的 全世界就是舞台 就是剧场 就平台的时候 我们一定打造 替台湾文化 发声 花心院的电视评论节目 我们先来看 我们今天准备有五首音乐 都是我们自己的子弟子妹 用全新的方式 重新诠释着 来 看第一首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什么电视评论节目 要播放古典音乐 而且是我们台湾自己的子弟子妹 所表演的古典音乐呢 来 请看 这是我们对暴力的回应 比以前呈现更扎实 更优美 更奉献心的音乐 就是纽约前爱乐指挥伯恩斯坦 什么叫伯恩斯坦 他用美国的李哲益就对了 没有 没错 他呈现美国文化 对不对 我讲没有错吧 他把欧洲的音乐 要用美国文化成型的 哲益兄等一下你会解释 刚才三位演作者 凯英小姐出身是 朱莉亚音乐学院 另外两位小姐我都认识 都出身是 科迪斯 都是美国顶尖的 等于音乐界的黄埔军校 最难进去了 但是他们回来 来台湾 你看 原汁原味的台湾元素 来 凯英分享 今天的节目还蛮有趣的 因为虽然讲的是古典音乐 可是其实主题是在台湾文化 那这么多年下来 几十年下来 其实古典音乐界累积了很多很多的人才 那在一开始呢 可能大家演奏的还是西方古典音乐居多 可是越来越发现 这样子外来文化的根源感觉 好像跟台湾的连接性没有这么强 那所以其实 从一代一代的作曲家 不管是马水龙 李泰祥老师 到现在 我的一些好朋友 像刚刚那个是由我自己所改编的 不过像北一大教授 颜明修 或者石清如老师 这些都是节目上曾经介绍过的 都会用台湾的元素来做一些创作 那这些创作很特别 因为大家都是受过西方古典音乐 这个蛮严谨 而且很长时间的训练 那所以我们把台湾的主题 套在这个西方古典音乐里面 它的音乐的呈现风格感觉 好像又不太一样 那特别是我发现 当初刚回来台湾的时候 像我爸爸其实对古典音乐 西方古典音乐一点都不了解 可是我妈妈很喜欢 那所以我从小到大 我妈妈是我忠实的听众 可是我爸爸从来都听不懂 可是有一次我回来台湾 演出了这个 是一个室内乐的音乐会 室内乐就是像刚刚我们看到的 三个比较少的乐器 组成了一个小型的这个演出的形式 那那个时候我们演出了一首 应该是台湾民谣吧 可能是港督业余还是什么 我爸就听得津津有味 那从那时候就发现说 原来就是这些老歌 他们听了这么长时间了 然后用这样子的方式 所谓古典音乐的方式来呈现 他们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那潜在的市场 其实我觉得是很大的 因为这些歌特别是对于这个年纪 像我爸这个年纪的人 他们真的很喜欢一听再听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台湾的作曲家 不断的在这个题材里面 去做创新去做改变 然后去做改编 然后做不同的呈现 对那相信今天其实 我自己的经验 就是除了自己有做一些改编之外 其实也有像国外作曲家 也会拿台湾的题材 不管是早川正招 或者是我之前曾经演出过的 就是在中山堂音乐会 也曾经介绍过的一位日本作曲家 就做涉骨牧人 对像这些国外作曲家 也会拿台湾的素材 在古典音乐的这个framework 这样子的架构里面做改编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 就发现音乐有着不同的呈现 而且都是我们熟悉的题材 好 我最近拜读一位美国可以说顶尖的 精神医疗医师 叫做Ervan Alon 我们换作说Ervan Alon 他是为了犹太人 他在今年八十五六岁 他的传记名称叫做Become Yourself 他讲很好 Be Yourself做自己没有错 但是你要Become Yourself 比如说他是精神医师 但他的分析方法把大量的艺术 音乐 历史 文学 哲学 摄影 元素引进来 对他所研究的对象 或他的精神 这些各种精神疾病者 很大启发 Become Yourself 暂且说叫打造你自己 决心做自己就是英雄 遵循内心直觉的喜悦 这一兄当然受非常好的古典音乐训练 但是他说 为什么不能用台湾观点来重新诠释呢 我过去有几次跟他很深刻的对谈 我们就先来看他改编的指挥的 把原著名音乐 跟古典音乐能结合吗 来 阿里山之歌听看看 阿里山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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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问他们说 你有嫁有什么没来 他们都听没了 我很不以为难 台湾人好像只知道 哈巴果不知道巴哈 我以前 我第一次主持广播的时候 有一个公读社 我讲那个丹麦神医学家 齐克果 他听完以后说 主持人 我只知道奇异果 不知道齐克果 没关系 哲宜兄我跟他一关对台说 好 你们不知道 哈巴果不知道巴哈 不知道齐克果没关系 但是我总可以用 西洋乐器 西洋的方法 来重新诠释台湾歌曲吧 于是汉声 湾声不是汉声 湾声 湾声 湾声回家 但是声音的声 湾声回家 但是我们是湾声 有时产生 哲宜兄把这个过程跟大家分享 是 其实我是从去年2月份 开始成立这个湾声乐团 那我成立这个乐团 其实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精神 一个就是希望把台湾的音乐古典化 然后希望把古典音乐台湾化 那其实这样子 其实有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立足点 其实大家会觉得古典音乐 它一直都是外来的文化 从国外传过来 所以才会刚刚有像凯云所说的 或胡大哥讲的 大家都听不懂 我们到底在舞台上演奏什么 那这个过程 其实我从小到大 在演奏古典音乐 其实也一直碰到这个问题 那其实一直到我大学 甚至是毕业以后 我才开始慢慢去思考说 我如何去改变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就即使是像凯云所说的 我演奏一些 大家比较听得懂的这些旋律 但是这个过程 到底只是因为这些旋律大家熟悉 还是说它可以跟古典音乐 真的产生关系 我觉得这个其实有它的那个学术的立足点 必须要去解释 那我觉得从我们从古典音乐的历史来讲 其实我们知道古典音乐在欧洲大陆 是从德国 奥地利 法国 意大利 好像这几个重要的国家开始发展 那在他们三四百年前 比较兴盛的时候 周遭的国家 他们一定都会到这些国家 去学古典音乐 不管是作曲或演奏也好 那这些人 其实他们学成了 回到自己的国家去 其实它也发生 跟我们现在台湾有一样的问题 他们学回来的这些音乐 他们的人民并不懂 他们周遭的朋友都不懂 所以当他们在演奏的时候 其实跟平常老百姓 他也是格格不入 所以其实在这个古典音乐的发展过程中 他慢慢会形成一种做法 叫做其实在古典音乐史里面 发生过叫国民乐派的 这样子的一个发生的一个过程 那其实这个发生过程 其实也有上百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 这一些到所谓的古典音乐中心 去学习的这些音乐家 回到自己的国家之后 用古典音乐的技术跟技巧 跟作曲的方法 慢慢的把自己的民族 自己的文化 自己国家的音乐的素材 放到自己的作品里面 当这些作品回到自己的 就是说回到自己的国家的人民的耳朵里面的时候 我就慢慢有辨识度 我才会慢慢的去接受 这些所谓的外来的古典音乐的文化 那这件事情在欧洲大陆 慢慢发展成整个欧洲 大家都是可以接受古典音乐 然后慢慢的这件事情来到美国 南美洲 甚至是亚洲的日本 甚至到后来的中国大陆 到台湾 韩国 我想这些都是一个过程 那今天我们在台湾 我们不能说 好像台湾没有国民乐派这件事 其实早在三十几年前 我们知道马水龙老师 许长慧老师 肖太人老师 他们其实都有努力过 但是这件事情 少数的几个作曲家在努力的时候 其实他们有办法成为一个气候 其实这个气候是需要全民来做一个运动 其实我一直很同意 胡大哥所讲的 这个台湾的新文艺复兴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但是其实我在十几年前 我就开始跟很多音乐家朋友 去谈到一个台湾的自己的国民乐派的运动 这件事情也非常重要 当我们如果全面性的台湾的音乐家们 台湾的作曲家们 开始愿意用我们自己的素材 大量的写作跟大量的演奏的时候 他才会慢慢的形成像 古典音乐历史上发展 古典音乐这么庞大的力量 当人民也慢慢认同这件事情的时候 这件事情才有可能在我们的社会的底层 慢慢的形成风气 所有人才会去认同这件事 所以古典音乐台湾化之后 古典音乐才会在台湾生根 台湾音乐古典化之后 我们才有可能走到国际上 我刚刚提到音乐致富巴哈 他几乎300年前的人 有一位法国钢琴家 叫做Jek Lucier 他是法国音乐学院最好音乐学院出身的 他说为什么不能把巴哈的音乐 改成当代的音乐 改成爵士业呢 于是他大量把巴哈两三百年前的音乐 用当代的爵士业 当然法国式爵士业演出 就在几年前他还举行他的表演50周年 为什么不行呢 如果德国的巴哈音乐 法国人用法式爵士业呈现 为什么很多音乐不能用台湾式的出现呢 刚才我觉得是口误 汉森 汉森是演一个摄影杂志 他叫湾森 由汉到台了 入台了 脱汉 脱亚论 脱亚 脱钟 非常好 我外公是一个古典音乐爱好者 因为他是一个日本时代医生 那时养在汉中古典音乐 他一直讲一个故事 我当然要求证 他说那时候台湾人本身并没有交响乐团 所以是日本的内地交响乐团来台湾 听说第一次来台湾轰动一时 就在今天的工会堂 就是台北市中央堂举行 那曲忠人善嘛 有一个女士坐在第一排 一直哭一直哭 就一直哭了 那指挥家手下来说 已经擅长了 请问你先生是不是音乐界人士 为什么哭 他说不是啦 我想到我先生 你先生做什么职业 他说我先生是檀棉花的 檀棉花的 当然这是个笑话 但我要求证 这个故事 不知道是我外公被还真的这回事 但是现在进化了 我们不是把交响乐谈到檀棉花 都会担在担在担在 是我们自己作曲家 我们的演奏者 而且变成世界级的 这一点 我希望全世界的台湾人 要引以为隆 我们再来看一段 包瑞里斯弦业四重奏的 格里哥弦业四重奏 我们再来看一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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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刚刚听了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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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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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这一辈子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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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